广达60公頃的清晰草地 能仰望觀音山 以及大台北城市美景 馬卡龍色系的寒管造景 兼具休閒與美觀 垃圾山翻轉為下綠地 而無故的改變不僅如此 無故公有市場 是不是跟你想像的 有點不太一樣呢 它是以竹筍還有竹林 作為印象設計 而裡面的一體設備 更是跳過過去傳統市場 潮濕以及髒亂的刻板印象 無故運動周期裡面 有游泳池還有體能中西 替當地居民打造良好的運動環境 公共建設生活機能 締造增值潛力 而歷經13年的努力 五谷泰山輕軌 已獲得行政院核定 全長11.6公里 串聯三重 蘆洲 五谷 6年後 2030年 渴望通車 如果開車的話 它有高架橋 64 65 高速公路 差不多7萬出 那現在大概有九萬兩千多 所以人口是有增加 新北五谷以內湖經驗進行載造 政府積極推動新武科技走廊 涵蓋新莊新北五谷產業園區 三大產業聚落 年產值超過4000億 加上台北科技廊帶 行售雙北產業雙子星 年產值預估達5.3兆 周紫陽這一邊它的區域 它的公有市場都已經完成了 還有它的運動中心也都完成了 那像比較未來的就是 新武科技園區 它那一邊還在做開發 那之後可以造就大量的就業人口 所以對附近所有的區域 那些他們都有居住環境的考量 觀察近五年新北人口增長 五谷英臨近蘆洲及新莊 不只人口增長數位居前五 住宅漲幅更來到27.3% 隨著人口不斷增長 購房需求上升 渴望成為新的房市新星 東賽新聞 盧亦廷 楊昭 沈玉騰 副一文新北報導